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在這裏這次是會繼續討論這個關於神的賞賜是什麼 而現在我們讀這個經文是會講到我們復活的身體是怎樣的 是哥倫多前書15章35到42節,好請弟兄你讀 是,臨前15章35節,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什麼身體來呢? 36節,無知的人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37節,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 38節,即如墨子或是別樣的谷 38節,但神隨自己的意思,吸他一個形體 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39節,凡肉體各有不同,人是一樣,獸又是一樣 40節,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 41節,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42節,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留懷的,復活的是不留懷的 好,謝謝你,我們看了經文的時候,我們要判斷這個經文 這個就是《識經》,就是說,到底這個經文的意思是什麼? 這裏呢,寶萊就講到一個問題,死人怎樣復活帶著什麼身體 所以是講到我們復活之後,我們是怎樣的身體 那這個就是一開始,有些經文就很清楚說出他的目的 和他要研究那樣東西,而這裏呢,是很清楚的,說出呢,就是復活的時候帶著什麼身體 那跟著呢,他就講到地上的形體和天上的形體 那他就,首先就講到你所種的,若不死,若不能生 所以你所種的,是指到在世上的形體,或者是我們世上有的一切 不過他說,若不死,就不能生,那所以應該是講到身體了 就是我們的身體,如果死呢,就不會生了 那你所種的,不是將來的形體,就是說我們現在呢,這個身體呢,就不是將來的形體 不過是紫粒,就好像一個墨子那樣,那譬如紫粒,就是一個屍葉,這樣的意思 那種子,好像墨子那樣,當他生出一棵墨子的時候,那個種子是很不同意思的 就是它有這樣的意思了,就是一個紫粒來的而已 那好像墨子,或者鐵梁的谷,由三萬八節,神呢,隨自己的意思給它來一個形體 並叫各種紫粒各有自己的形體,就是講到現在我們各有自己的形體的 那肉體呢,就各有不同,人是一樣啦,獸是一樣啦,鳥是一樣啦,各有生物不同 然後呢,就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啦,那就講到了,就是 現在我們是地上的形體啦,將來呢,就有天上的形體 那麼呢,就,然後呢,就,跟著呢,就天上的形體的榮光也是一樣 那就是講到呢,天上的形體的榮光和地上是不同的 那然後呢,就講到呢,就是,它就比較啦,天上的形體啦 日有日就榮光,當然這個呢,就,不是講到,現在的日月星是將來的 就是,將來的日月星啦,因為這個,這個宇宙根本是過去的,會過去的 它只是用一個比喻的方式,就是好像日月星就代表天上的,代表 因為事實上,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天呢,和我們將來去到那個新天新地是不同的 就是我們不是上現在的太空那裡的,那不過它是用現在的天來代表天上的形體 那然後呢,就是,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 那然後呢,就,星有星的榮光,然後就跟著講,這星和那顆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那顆星和那顆星的榮光也有分別,那因為有些星是光一點,有些沒有光啦 那然後呢,跟著很重要啦,因為回答回35節那個問題,就是死人復活帶著什麼身體呢 那它42節就說,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重的是必能為的,復活的是不能為的 那它就說到呢,我們將來復活都是一樣,是,現在的身體是必能為的 但是將來的身體是不會扭壞的,好了,那最主要就是問這個問題 到底保羅所說的,只是說到說,我們復活之後呢,身體不同的 還是說,它是說到,第一,身體不同,第二,是個個人不同 就是好像日月星那樣,就是由這個經文,我們到底可不可以達到這個結論 那我想大家思想一下和回應,我們可不可以達到一個結論,就是說呢 將來我們復活的時候,是有人是日,好像日的榮光 有時候,有些人是月的,好像月的榮光,有些是好像星的榮光 而星的榮光都個個不同的,那到底保羅是不是在說這件事情 因爲只是說,現在的身體和將來不同的,因爲是個個人復活的時候 真的都不同,大家可以回應一下,就是由這個經文 我們可不可以判斷這件事情出來呢? 因爲這個就是思考 所以,第37節都說得很明顯,並且理所中的不是將來形體 即是將來形體和現在形體是不同的 不過,我們都是子粒,子粒有不同的子粒 所以呢,就是有各類的種子 所以我們將來形體都可能是各類的,有各類的形體的榮光 因爲各類種子是不同的 生出來,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亂講的 OK,我們這樣講的,凡是色經,我們一定要用經文裡面的字 和它傳遞的信息去判斷 到底保羅只是講到復活之後的身體和現在不同 靈光和現在不同 還是我們現在集中在這一方面的 在某處有一些性感 看一看 看一看 他37節說,即將來形體不過是子粒 但他又說有不同的子粒 將來形體有不同的子粒 即是37節 不是啊,子粒是現在的 你所中的,不過是子粒 即是在37節那裏 是啊,我看錯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認識經的時候要很小心 錯了,我看錯了 不要緊 那我想說呢 我有時解釋一段經文 因爲呢 我本身是未聽過人這樣解釋這段經文的 其實我沒有聽過人解釋這段經文 是啊,很少的 沒有聽過人解釋這段經文 就説將來可以復活,個個的榮光是不同的 所以呢 我們是需要判斷這個教導 是不經文所說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 釋經要小心了 就是說我們 不是用人意 我們不是 好像我有個先見 有個看法 然後我要把我的先見放進去聖經裡 這樣呢 就不是叫識經 那在英文有個字眼 就叫 Esegesis 就是呢 將自己的意思放進去聖經裡 我們是要Exegesis 由聖經拿出來 Exegesis Exegesis E-X-E-G-E-S-I-S 即是識經的方法 就是用經文拿出來的意思 完全不是自己作出來的 律師 如果至於這段說 就是四十二節 即是它最明顯的 死人復活 都是一樣 所種的是必扭壞 即是說現在我們的身體必扭壞 但是復活的是不扭壞 最明顯是說了這個意思 即是寫整段經文 OK 那問題就這樣 所以四十二節 先看一下 我要 四十二節那裏 我要 先看一下 我要 先看一下 設置 Michelle做 原則 Michelle 你將那些 不是在說話 那些關掉的聲音 今天有些人在那裏有些其他聲音 OK 好 OK 謝謝 好 我們呢 就 去思想了 到底我們憑什麽說 這個經文講到的 死人復活 有時這樣 到底只是講到 將來的榮光不同現在 還是講到每個人的榮光不同 那我想大家 有四十二節和上面那幾節 我們能不能夠下這個 決定 判斷到 保羅所講的 是講到將來我們的形體 每個人的榮光是不同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意見 因為我想大家 學習思考 就是不是好像 業牧師說什麼就什麼 是聖經說什麼就什麼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從聖經找出答案出來 有沒有人 我覺得每個人 就是復活了之後 每個人的榮光都不一樣 那那個原因 就是我們要有 聖經說 要講出的原因 為什麼 什麼原因 因為他說 這星和那星的榮光 都有分別 OK 好 OK 你是解釋 你是有解釋到的 不過呢 我想一個絕對的答案 就是 你是有解釋到 不過我們聖經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時候聽過法庭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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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有 講一句說話 因為我是看英文的 所以他通常都是這樣的 是要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一定要證明 超過一個 就是很理性的懷疑 是肯定這個人犯了罪 先是判他有罪的 這個是 就是 西方法庭的那個系統的 就是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那我們用什麼 在這個經文裡面 有什麼 你才講是對的 不過我想更加呢 由那個經文 上下文 整段經文去判斷 是真的肯定 是講到呢 人復活的時候 榮光是不同的 嗯 那這就是我們 我們要做深度的適應 這個就是深度的適應 好 你說吧 好 我的主要的判斷是 第38節 它是承接37節的 但神隨自己的意思 給它一個形體 我相信這個形體是講的 將來的形體 就是根據37節繼續說 是的 而講的是將來 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是的 所以因為它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子粒 子粒 它講的是什麼呢 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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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是不是可以說 是將來的呢 因為我挑戰你 因為我 我要挑戰每一個人 讓我們所判斷的 是一個 肯定的一個答案 我相信是講將來的 為什麼 因為39節是講的 肉體 是的 OK 肉體是講的 真的我們現在身處的肉體 是不一樣的 是的 但是38節是更加像 就是我覺得 是更加是承接37節 去講將來的形體 是的 所以38節給我的印象 或者我的判斷 就是講的是不同的 因為它有講各等子粒各有子的形體 但是為什麼下面有這麼多 比如第40節 為什麼又講 天上的榮光是一樣 地上的榮光是一樣的 因為天上和地上 到時上帝來掌權 真是天上地上 所有的榮光 都在耶穌基督的榮光裡面 所以是一樣的 但是 但是好像我們 同時我們都每一個 到時復活了 每一個人 但是同時 榮光也會有不一樣 就好像清晰一樣 我是這樣理解 好 你剛才說到38節 那裡 隨著意思 吸含一個形體 到底這裡 我們可以 由經文 到底判斷 是講今世還是外生 嗯 大家一起想想 我先回答你 我覺得是 講今世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講那些墨子 就是說地上的形體 神都隨他意思給他一個形體 所以你看上下文就是這樣判斷經文 38節 是講到 好像墨子 或者別樣的谷 神就給他這個形體 這個不同的形體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講到 你拿這麼多我意思 因為他 講開是講到地上的形體 那些紙粒是不同的 那神就隨他意思給他一個形體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說 是講到將來的 好了 那另外呢 就是 那如果你們有人 有異議呢 就是你覺得 是這樣的判斷 你可以出聲的 就是其實我是幫助大家 在做什麼呢 這個群組 是不只是去 表面地釋經 我們是要找 有些 有些經文呢 就是 可以說 任何人都可以解釋到的 因為有些很清楚的 那 就問題就是 有些經文是困難的 那我們要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那時候呢 我們盡量找足夠的證據 去支持 這個就是我所講的point 就是說任何的神託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災難前被提 災難後被提 這個是影響非常大的 所以我在這個事情 是很詳細很詳細的 我有個文件已經做了的 不過如果大家將來想討論 都可以討論 好 那我們現在 看下去了 還有沒有人想說話 因為我想要有人說話 然後我才最後回應 ok 那我繼續講了 那他就講到 阿牧師 有一件事要問一下 在這段了解 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世界的萬事萬物 例如日月星神 或者山河大地 都可以這樣說 即將來都會有復活的榮光 即它地上現在有榮光 它將來都有榮光 我們現在的狗仔 現在它 即它雀鳥都一樣 狗仔都一樣 它現在有現在的形體 它將來呢 又有將來的形體 在新天新地那裡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都不太明白 如果你說到 莫種生脈 就要看另外一段經文 因為那段經文 即是 這一段經文 講到生脈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清晰的 他三十九節那裡 講到 他說 秀也是一樣 第三十九節 他那個秀也是一樣 即是說 肉體 就是 肉 也秀有一種的身體 著著一種身體 哦 不是說他們有復活的身體 他只是講天地 啊 星啊 才有 即是將來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的身體 就是星和榮光 哦 他只是講人是復活的 其他那些日月星神 都未必復活的 但是 日月星神 因為是死物 也不能夠復活的 他只是講現在的榮光 你講到生脈 我就告訴你 你可以看 我們今天不會去看的 羅馬書八章 二十一節 就可以看 到十一節 到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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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可以分析的 那我們如果將來有機會 可以分析這件事情 我們將來都有機會 十九到十二節 關於生脈 將來 去復活那個問題 OK了 好了 那我們看回這裡 它就講到肉體各有不同 就是人有一種的身體 它意思就是一種一類的身體 野獸有一類的身體 那人有天上的形體 又有地上的形體 就是天上的形體 就是好像天上的那個body 和地上的身體是不同的 那然後呢 我看看 因為我現在走到電腦那裡 所以上去看看 這些問題 我也可以傳給你那個連結,你上網找Interlinear Greek Bible, 它會有不同的希臘文對英文的翻譯, 還有這個Strong number,原文編號,Strong是個人編號所有希臘文, 用四個數字的,那你一按就可以按進去看到那個原文編號的, OK,四十字的原文是用身體,即是說, 就現在有現在的身體,地上的身體,又有天上的身體, 好了,接著就是講到榮光了,就是講到將來天上有不同的榮光, 然後日有人的榮光,日有人的榮光,日有人的榮光, 日有人的榮光,日有人的榮光,日有人的榮光,日有人分別, 死人復活也是者藥,所種的榮為,復活的不榮為, 那到底這個死人復活也是者藥,是指到死人復活是另一種身體, 即是我們將來全部都不是這種身體的了,將來不榮壞的, 即是身體不會壞,不會受傷,不會病,會老, 在一個,在聖經也講到,是好像基督的身體一樣, 那到底你只是講這個,因為有不同呢? 那我現在講我的結論,即是我憑什麼, 我是肯定講到,講到將來我們的榮光是不同的, 就是如果聖經只是講將來復活的身體和榮光, 和現在不同呢?那它不需要講41節, 它不需要講日有日的榮光,日有月的榮光, 那這三樣的榮光是代表將來的榮光的, 那由經文我們看到的天上的形體的榮光一樣, 那所以就講到日月星了,所以是用日月星來比喻將來我們身體的, 日月星其實那個榮光不是我們將來的榮光, 因為日月星始終是屬於物質的,physical的, 但是我們將來復活的榮光是spiritual的, 但也都是有身體的,但是它有屬天的活光的, 那這個問題就是,到底個人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聖經去到40節就跳去42節, 沒有了41節,沒有了日有日的榮光, 日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 這樣呢,42節我們就只是說, 將來我們復活的時候跟現在不同, 永要不同,但是加上41節的時候, 它很明顯是形容著地上的榮光, 跟天上的榮光比較, 而天上的榮光是怎樣狀況, 如果它不是說到人將來個個榮不同的時候呢, 它就會加上41節, 加上41節證明我們復活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榮光不同, 有些好像人,有些好像月,有些好像星, 有些是有大星,有些是小星, 其實已經有姐妹講出了這件事的, 就是說41節證明, 但是我現在,我用這個釋經的方法, 就是說,其實釋經是什麼呢? 根據那個句子的字和那個文法, 就是因為神在聖經表達, 是透過語言的, 透過句子,文法,字, 這些來表達, 就是它不是一些, 就是好像沒有logic, 沒有邏輯的文字來的, 是有邏輯性的文字, 就是聖經, 其中我們解釋聖經一定是要相信這件事, 聖經有邏輯性, 是它講什麼就是什麼, 如果我們說, 不是的,聖經是任說的, 我們聖經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聖經我們是深信, 是神是用人的語言, 用一個清晰的語言, 講到天上的事情, 講到熟靈的事情, 所以它加上四十一節, 它為什麼要加上四十一節呢? 是沒有理由的, 如果將來我們是根本每個人都一樣, 這樣的時候呢, 它就不需要加上四十一節的, 加上四十一節就證明, 我們真是將來每個人都有榮光, 好, 有沒有人, 有原因, 或者想不相信, 那我亦都有另一個經文呢, 去支持給人們, 但二書十二章三節, 《智慧人必發光, 如同天上的光, 那是多人歸以的, 必發光, 升的露民靈原》, 但二書十二章三節, 第二節就講到, 《遂在塵開中, 必有多人復醒》, 其中有德永生有受羞辱, 永遠被爭絕的, 那然後呢, 智慧人, 智慧人呢, 不是講到普通人的智慧, 是講到熟靈的智慧, 智慧, 在熟靈裡面有智慧的人呢, 就會發光如天上的光, 那些使多人歸以的, 就是跟從神的義路的, 帶領人歸從義路的, 必發光如星, 這裡呢, 很明顯講到有分別的, 就是有些人呢, 就沒有帶很多人歸以, 這個是舊約時代喔, 舊約時代, 但是你都講到, 就是舊約的信徒, 都有責任是, 令到更多人去遵從神, 就是我們所講的, 大使命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幫人去遵從神, 其實蘇所吩咐的, 都教他人遵守, 他就是, 凡是耶和華所吩咐的, 都教他人遵守, 這些人就會發光如星, 就是有些人呢, 是很努力幫助人歸, 跟從神的義路, 這些人就會發光如星, 他們就用星日, 就沒有說到, 好像發光如日, 不過意思都一樣的, 意思就是說, 這些人呢, 發的光是大, 就是那些沒有帶那麼多人歸以的, 他們發光就不太光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附加的經文, 是可以支持那個經文的, 所以, 由這段經文, 加上, 彈演書12章3節, 我們可以, 下一個肯定的判斷, 有些經文呢, 我可以給大家知道, 有些經文, 我們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為什麼呢, 因為, 聖經是, 有些地方是沒有清楚說到的, 譬如其中一個事, 我告訴大家, 這個問題始終在我心中, 是一個問題來的, 到底是, 將來審判的時候是怎樣的, 因為聖經是有說到, 它將我們的罪頭於深海, 踏在腳下頭於深海, 好了, 頭於深海就消失了這樣, 不過聖經又說, 要憑你所說的話, 定你為傑, 憑你所說的話呢, 定你為入罪, 就是凡人所說的行法, 必要他供出來, 到底審判的時候, 基督徒呢, 我現在講基督徒, 我們悔改了的罪, 是不是需要供出來, 這個是我今天, 我從聖經呢, 我看到好像兩方面都有講到的, 那不是, 不是神的錯誤, 而是我們沒有足夠的罪, 智慧和足夠的資料, 就是聖經不是把所有的東西都講給我們聽的, 譬如新天新地是怎樣的, 聖經沒有完全講完, 審判講了一部分, 沒有講完全部, 活日沒有講完全部, 沒有講完全部, 講了一部分, 那麼我們聖經呢, 就要由我看到多少, 來做判斷, 將來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正確聖經的方法, 除非有人說, 我真的有絕對肯定, 收到神的一個信息, 神告訴我, 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 就是, 如果知道這個人是真是可信的, 他真的不是說謊的, 這個呢, 我覺得不是一個好像額外的, 就是好像他多了聖經, 就是說, 其實聖經有講到, 在末後的事, 神會將末後的事, 聖靈會將末後的事, 指示我們的, 那就是聖靈會將一些事情, 我們現在不知道, 將來呢, 會指示我們的, 那麼, 就不是好像, 這個呢, 我都會這樣說的, 我們那個權柄, 就不及於聖經的權柄, 因為聖經的權柄是絕對的, 就是我們知道聖經是神的絕對, 而有些人說, 我收到神的訊息, 我們作為參考的, 不過如果有人很可信, 要他收到一些訊息, 那我們都可以參考的, 那麼我就看到, 同樣聖經有講到, 他將我們的罪, 投於深海, 東尼西去幾遠, 他叫我們過分離, 我們有幾遠, 也都有講到, 凡人所說的行法, 都要句句公出來, 那所以到底, 我們審考的時候, 基督徒是, 好行為一定會彰顯, 到底, 我們犯了的罪, 我們那些醜怪他們, 會不會將來, 空出來呢? 我不知道, 我不肯定, 不過我呢, 當是要空出來, 那我盡量盡量小心, 不過有時候, 有一些, 我們都已經犯過的罪, 我們自己覺得很醜怪, 我希望, 我沒有, 顯露出來, 到底會不會顯露呢? 我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因為呢,聖經, 好像兩方面都有講的, 我沒有一個程序的答案, 但是這個, 我不知道, 書十五章這裡, 我是肯定, 將來我們復活到榮光, 是個個人說的, 因為, 如果不是, 他不需要加上四十一節, 而他是講開死人復活, 所以呢, 他一定是講到死人復活, 他不是講天文, 他不是講一些無謂的事情, OK, 有沒有人有回應, 或者是信用, 就是大家也可以在這裡看到, 《佛式經》的小新聞, 就是, 我由那個經文很小心去分別, 由經文上下文, 用它的文法去判斷那樣的訊息。 我覺得牧師都說得對, 我們自己的意念都覺得 天國上面當然是有大有小的 好像耶穌說 約翰是天國最少的 我們那些新約的聖徒是比較大的 當然我也覺得有大有小的 摩西那些一定大 我想問這句話你又說了另一件事 我想說到底是否新約信徒 個個都被聖徒長大 到底耶穌說的意思是甚麼 因為他有可能是說到 我們可以看回經文 在《勞家福音》第七章 第七章最大最少的那裏 第七章是二十八節 我告訴你們 凡夫人所生的會有一個大約翰 但是呢 然而呢 神的國裏頭最少的 給他還大 約翰七章 不是約翰了 《勞家》七章 那這裏呢 意思是說天國有大勢 還有呢 新約聖徒和舊約聖徒是有分別的 它的分別是在乎新婦和新娘的關係 這裏呢 由二十八節 到底是說到否之後 約翰呢 比所有新約信徒都少呢 或者是指導 他少 你看看他怎樣的少法 因為少有很多方面的少 那如果你要看高雄婚宴來說呢 他只是朋友而已 只是參與者 他不是辛苦的 那我們新約聖徒的教會是辛苦的 OK 相對這一點就不少 你現在加插了一些很多神的東西 我也不認識 新約的信徒不是辛苦之一 是的 我也不認識 是的 這個觀念到底是不是聖經所支持的呢 不知道 現在看耶穌為何說這句話 實際上我們也不明白 我們比約翰差得天冤之別 我們這些所謂的新約聖徒 但是耶穌這樣說 我們也不明白 因為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釋 所以這個經文我們要很小心 我自己聽到是這樣的 我也聽到這句話 因為好像蘭爾瑞所說 他就講到智慧人必發光 那些多人歸然的 必發光成聲 那舊約那些真是很遵從神的人 他都應該是發光很大的 當然啦 所以這個 《路加福音7章28章》說到底是講到將來 還是講到現在在新約時代我們有的權兵 因為我們有聖靈充滿 我們有神所啟示一體的真理 到底是講到我們有這個權兵和這個真理 比他更加大 婦人生就沒有一個大的弱魂 就是說他那個人呢 他那種偉大的地方 不過天國的人呢 因為天國可以講到新約時代 也可以講到將來永恆的 到底這個是講到永恆的天國 還是講到新約時代呢 因為耶穌說 天國在我們的心中 他說 如果我能夠靠聖靈趕鬼 就是說天國已經臨到你 所以這個經文到底是判斷 到底是說在新約時代 我們基督徒那種權兵 精靈的能力 和我們有全本聖經的啟示 是比耶穌更加大的 但是這一段耶穌說在天國裡 我們新約現在都可以說在天國裡 就是我們的權兵都大 就是我們就算未死 我們都可以說我們是天國裡的 是的 我們是 既然你所講的權兵 即是趕鬼 醫治 聲明 在我們心中是比約翰大 是的 可以這樣說 這樣的時候呢 可以這樣說 我們講到將來我們復活的時候 我們比約翰大 是的 我都想不到 我們有什麼理由比約翰大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你這樣解釋好 是的 所以我們《適經》 是的 你這樣解釋好 小心為皆 因為我這些都是看其他《適經》書 這樣理解的 其他《適經》書很喜歡這樣說 是的 但是我們就發覺 理解好一點 你講得好一點 我覺得你的理解好一點 我自己發覺就是這樣 是的 你這樣解釋得好 因為《適經》書 因為《適經》書 多數是這樣解釋的 它沒有一個 它不是憑那個《適經》 有一個《適經》的 所以作為一個強烈的參考 我覺得它是這樣的 嗯 而每一個教義 我們都應該是判斷的 我想說 譬如《適經》有些事情 我們什麼經文都會判斷 將來我們會更多《適經》去幫助大家 有一個很小心的態度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不小心的時候 我們解錯《適經》 就變成將一些 《適經》的觀念 進了《適經》 譬如其中 《適經》被提 是真的沒有《適經》之前的 但是呢 是被大多數 《適經》的 《適經》的人 都是很自然地覺得是 是《適經》被提的 但是這個就很可惜 因為將來有很多《適經》 OK 我們回到這個主題 有沒有人有問題 他有沒有問題 是關於我們《適經》所說的 有啊有啊 業牧師 我想回到這個 臨前十五章這個位置 想請問一下 剛才我們大家的基礎 正在建立 我相信 大家都在同意 星同星的榮光 也有分別 就是榮光是有分別的 是的 但是至於身體 是的 復活之後 身體 是不是也有分別呢 還有有時候聽到 聽到 不是《適經》的 有些人分享 看到姐妹復活了 她是年輕的樣子 譬如她本身是五六十歲 去了天家的 但她復活的身體 是她年輕時的身體 不是她死當一刻的身體 那我們怎麼去理解這些呢 是的 現在反而我是想看看 復活之後的身體 是的 各位的身體 聖經是很清楚說到 好像基督那樣的 嗯 所以呢 所以我們 這樣是不是都不同的 是不同現在的 但是不同呢 就是 去到一個位置 是我們都認得的 嗯嗯 是認得的 是認得的 但是呢 是 我們是 是不扭壞的 不死的 嗯 如果扭壞 因為年紀大 都是扭壞的 所以我們就會 將來是不扭壞的 就是 那個身體是永遠的 好像基督的永遠的身體 嗯嗯 沒有問題 好 嗯 所以這個 復活之後 年輕的 這個是 這些是很多人的經歷 他們在哪裏 看到這件事 我亦都覺得 是 是可信的 為什麼呢 因為 衰老是 人們犯罪之後的後果 所以我們應該呢 就是 在一個最 就是 最成熟 健康的狀況 OK 我剛才講的經文呢 就是肥立比書 三章二十到二十一節 那 尤其呢 是二十一節那裏說的 叫我們這個悲戰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他自己 永遠的身體相似 肥立比書三章二十一節 就是我們將來復活之後的 OK 好 那我希望大家呢 以後看聖經呢 就 都是 小心分 就是分辨經文 什麼 什麼 觀念 都是要由聖經那裏 變立出來的 那 好了 那我 我想講呢 就是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和恩典呢 它的屬性呢 就是它是公然的 公平的 就是我們各人的行為怎麼樣呢 神是公平 祂會紀念 祂會賞賜 但是賞賜是需要恩典的 就是說我們配這麼多恩典 但是神會給更多的賞賜 就是我們 幫一個小子 有幾大功勞呢 但是神給我們的賞賜 真的 真的可能很大的 那麼 但是 當我們想想我們這麼多恩典的好行為 加上加上加上 真是很 就是我們當我們想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 哎 真是好 這個神是美善的 祂也是公義的 祂會按照每一個人的行為 去賞賜祂祂祂祂祂祂祂 我也希望我們每一個參與的人 都學到這個真理 就是說呢 我們 今生 這些人聽神話的人 神就會 就是在 以賞的書裡我講到的 就是以耶和華為樂的 神就叫我們成價地的高處 就是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能夠成就偉大的事 在詩篇九十一篇那裡也有講到呢 就是專心愛神的 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叫祂成為尊貴 我要將祂放在高處 就是聖經有不同的經文 都講到 愛神的人 遵從神的人 神是會今生 祝福長次 祂的生命會極高的提升 所以我希望這些 經文會鼓勵大家 原來我們聽神話 師父神是這麼美好的 真是 就是 很 尚算 已經講到 是 真是 是很尚算 是很底的 但是我們當然 我們不要只說我抵衰我就去做 只是說我神這麼好 我真是樂意祂榮神 那就是神的屬性就是祂公然 祂也是 祂滿有恩典的 祂會 祂的恩典是什麼呢 祂會按照每一個人的行為 然後呢 祂加上祂的恩典來大大的賞賜我們 祝福我們 首先是祂更新我們 又祂給動力我們去 侍奉 去榮譽神 又給智慧我們去榮譽神 又給機會我們去榮譽神 當我們做了的時候 祂又欣賞 祂又紀念 祂又提升 所以呢 由頭到尾都是神的工作 我們就多謝神 神啊你剪載我 改變我 給我有動力 然後呢 賜給我智慧 給我機會去侍奉你 是很大的恩典 甚至於永恆的賞賜 真的呢 我們不配得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 心裡面充滿感激神 也都充滿一種 回應神的心 而當我們一回應神 神就歡喜了 你發覺這些 我剛剛所說的 都是恩典推動的 就是神是更新我們 神會教導我們 神為我們鋪路 神推動我們 神為我們預備機會 神為我們有個奇妙的安排 奇妙的計劃 當我們行這個計劃 就必然進入神最美好的計劃 還有神就會祝福我們 會賞賜我們 加力給我們 那這些我們只能看到 哇 神你真是好 真是好 那這個恩典推動我們去遵從 我們就會很樂意遵從 就不是一種 壓力之下追求遵從 也都是好像耶穌所說 我騙是容易 我淡子是輕散的 他的騙是容易的 是容易 父耶穌的騙就是侍奉他 還有他的淡子是輕散的 是容易的 輕鬆的 可以喜樂的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神的屬性 就說神你真是好 你感動我 改變我 而且你永遠的 是賞賜我 賜給我 榮耀 我們下一次再看 《出南教育》33章 去判斷這個榮耀 是什麼意思 OK 我們一起祈禱 香港的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充滿榮光 充滿恩典 充滿公義 你是最慈愛 最有能力 最充滿一切的動力 所有的資源都是你的能力 而你很樂意祝福那些凡是愛你信靠 遵從你的人 是必然大大的詩恩 在這個末後的日子 我們更加需要興起更多基督的精兵 不僅是明白聖經 我們走出來 我們真是會傳人福音 那時多人歸耳的 必發光而升直到永遠 我們令到更多人 跟從神的公義的 信靠耶穌做舊子 並一張同行的 就會發光而升 那我們多謝天父 在這裏 並不在家 你會出來 從神的宗宗 那時起 我們還會很想 我們要看 的聖經 我們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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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